一名华裔司机昨天晚上24号7点45分 经过位于槟城双溪里蒙清真寺的路段时 被一辆摩托车撞击轿车右侧 之后遭群众围堵 司机感到压力而鸣笛 恰巧当时海军罹难者被抬救到墓园下葬 结果鸣笛声惹怒现场民众 蜂拥围堵及敲打轿车引发遭动 车内一名男司机及女乘客不断举手表示歉意 但群众依然不买账 最终由县城的警员及军人解围 安抚群众情绪让轿车通过 司机事后向警方载言 当时他并不知道前方正在进行葬礼 并非故意鸣笛 警方已接获投报并援引刑事法典第427条文 蓄意破坏斩的调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